所以你的眼睛要变最美的 你的鼻子要变最美的 你的嘴巴要变最美的 因为你24小时都在供养最美的给别人 这个叫大乘的念 保持这个正念去帮助 但是对自己呢 守戒律 守戒律不是一种压抑 是一种清静而已 清静的心态 去给别人最好的快乐 世间是苦 但是你不染世间苦 身体得癌症 但是心里很快乐 这个叫出事 出事不是离开这个世间 在痛苦里面你却不痛苦 在肮脏里面你却清静 所以各位你要观想 你去上厕所 排出来是什么 是大便还是甘露 是大便还是甘露 最香的 这个世间没有脏的东西 你要了解 为什么极乐世界这么清静 这个世界没有脏的东西 这个世界没有污秽的东西 凡夫认为他是污秽的 一个佛心认为一切都是甘露 一切都是最清静的 一切都是最清静的 你要这样去观想 所以你的先生要找你去清静 天啊 我今天要做佛母了 去吧 你的太太 力量很大 老公 睡觉 OK 今天要做佛陀了 你不能说 我要出家 我要八观宅界 你可以有欲望 但是把欲望变成一种法喜 一种菩提心 这个叫大称 多读一下静明经 唯摩节居士如何转化一切 而不是排斥一切 所以唯摩节居士叫妙喜 从妙喜净土来 所以妙喜净土 不动佛的 所有的 连生小孩子都是欢喜 一般生小孩子是苦 他要让生小孩子的妈妈 生小孩子最大的法喜 生出来是最漂亮的 连魔都变成最大的护法 这世间没有恐怖 没有生病 没有痛苦 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学菩提经 所以这就是佛陀要创造的 这样子 出世间就是说 虽然你在这个世间 你看到的是污秽的 对立的 但是你的心可以转化这个世界 各位记住 忏悔不用经常忏悔 你曾经做错了 什么事情 很虔诚的忏悔一次 然后最重要 决心不再犯了 再来呢 赶快去帮助众生就好了 过去我杀生多 那我现在多放生 要不 过去我骂过我爸爸 所以我忏悔一次了 然后我就开始每天 就跟我爸爸讲 他喜欢听的话 这样就好 你要积极 你不能在一直那边 消极的忏悔 却不积极的去弥补 忏悔一次就够了 你对不起你太太 跟他忏悔 太太我对不起你 我邪淫 但是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OK啦 然后你就天天对他好 OK啦 但是千万不要 那如果还要再忏悔 可以替众生忏悔 愿全天下男人的邪淫 都我来忏悔 这样就好了 愿全天下所有杀生的痛苦 我来忏悔 愿因为杀生邪淫 正在受苦的众生 可能在恶鬼道地狱道了 我们替他忏悔 但是对你自己而言 要有一个决心 一忏悔 永不再犯 那这样就过了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问题 就重复重复 个性不好 爱骂人 冰大秋 然后他就永远改不掉 那没有忏悔 所以各位你现在念这个 你要知道 你哪里有问题 你的心态 你的讲话的方法 你对待别人的某一些态度 你真的要决心改变 然后赶快积极的去微笑 积极的去讲话 就像我是不讲话的人 我是酷酷的人 我师父说不行 你去接电话 叫知客 你去接待 天啊 你去跑银行 天啊 你去横春 哇 但是他就磨 一直给你磨 叫我去读佛学 那太容易了 但是给你磨 磨到你个性改变了 主动了 从这里面去学很多东西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决心 忏悔过去的错 然后恢复清静 积极行善 决心 发誓 改往 不再做了 修来 做该做的 后面这句话 太重要了 各位你只要走路啊 吃饭啊 穿衣服啊 你都要这样想 片源法界 因为这个片源法界 各位 菩萨界是心界 就是说 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这个心就要跟法界连在一起 身文界是身体的界 哦 我不杀身不偷盗 那内心只要不要起心动念就好 那菩萨道不一样 我的心连接所有众生 我的心连接十法界 这样了解吗 念下来 一心连接十法界 对 你要一心连接创造十法界 十法界一心所造 所以你的心要影响佛的法界 你的心要影响地狱的法界 所以各位 你受菩萨界 我插一朵花 这朵花上供十方诸佛 菩萨身闻圆洁阿罗汉 上供诸天 上供地狱 你插一朵花 要连接所有法界的所有众生 台湾两千四百万 你喝一杯水 两千四百万人都喝到了 你布施一瓶水 两边四百万人 你替他布施了 你要开始念习 那这里面要我们呢 遍远法界 所有法界 维系的众生 递上了一只小蚂蚁 无间地狱的一个众生 你都为他在守戒 为他在布施 为他在点灯 这样好不好啊 你现在手上抱一个小baby 刚刚讲的好甜啊 把这个甜 融入到给每一个人 都甜到这个 让每一个人都不再孤独了 今天你念阿弥陀佛的极乐 哇极乐世界 将来往生了 太好了 但是你要把这个太好了 融入在地狱法界 这个叫什么 发菩提心 体解道道 发无上心 也就是说 念头 可以串联一切 所以各位你身上 有没有一只 全世界最厉害的手机啊 就在你心里面 人家叫苹果手机 我送你一只莲花手机 阿弥陀佛那一只 叫莲花手机 然后呢 这个手机可以 跟所有众生的心 放在一起 观音菩萨给你一只手机 叫甘露瓶 它不是甘露 甘露是水吗 不是 甘露 任何东西 一接触到它 一点到它 就像恶鬼道 一滴到甘露 马上变天人 马上整个身体都发光 所以各位 你要做别人的甘露 好不好啊 让你的爸爸发光 让你的儿子发光 让你爱打麻将的老公 变发光 光光光 你要去跟他念 他摸个麻将都发光 砰 开脱了 然后呢 你要一直这样想 辩原法界 没有对立 没有排斥 完全接受 改变它 我经常去监狱 我为什么监狱就是不好 不好才要我们去好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话 还没那么快乐 我到监狱讲话 我就会跳起来跳舞 因为我爱监狱这些人 我爱监狱那些女人 个个白白嫩嫩的 这么会吸毒 我就变孔雀王 给你吸 孔雀王土甘露给你 你马上个个都飞起来 变孔雀了 没关系 你要什么就给什么 但是你要愿意 愿意 你不能说 监狱跟我没关系 那要想尽办法 去连接众生 佛教里面讲空性 不断的强调 来 跟万事万物 所有众生 连在一起 母子连心 连在一起 母子相遇 那就快乐 菩萨没有单独的爱 我爱我儿子 我爱我老公 没有 菩萨是透过爱儿子 小乘是断掉儿子 菩萨是什么 我爱儿子 但是因为对儿子的爱 去爱所有众生 了解吗 你并没有断掉 你对你儿子的爱 你要不断的爱你儿子 然后以这个爱 去爱所有的众生 那就对了 像你结婚了 那你要好好的 爱你的先生 爱你的太太 透过对她的爱 让她很快乐 很发喜 被尊重 然后以这个心态 去爱所有的生命 这样懂不懂啊 要如此 你去大小便 当然舒服了 排掉了 不然怎么办 那你要让所有众生 都排掉不好的 都得到好的 而且排掉了 都变成甘露 没有不清静的 因为用慈悲心 让厕所的那些 痛苦的众生 吃急解脱 这个叫发菩提心 你穿衣服 愿所有的 恶鬼道没衣服穿 你穿衣服 愿所有的恶鬼道 都有衣服穿 愿北极南极 冷得要命的动物 都有衣服穿 以这样来过生命 一一介终 不是光这八条 每一个念头 站在大秤子 心 每一个念头 都连接 使法界众生 这样 那你要连接 最好的方法 我再强调 用佛的心去连接 不要用你 不能用你 像我现在 坐在这边讲话 我没有说我是我 我现在必须变成 释迦牟尼佛在 传八观摘戒 变成奥密头佛 在告诉你 极乐世界的庄业 不能有我 如果万一有我 我马上破三门夜戒 我修密称的 不过三门夜戒 没有我 只有佛菩萨 去帮助众生 你要承担 这没什么好骄傲的 因为你也是佛 众生皆有佛性 三门夜戒 就是用佛性 来过生活 不能够离开佛性 佛性展现出来 也可以叫菩提心 用菩提心来过生活 那你要辩原法界 一切有情非情境界 发 发就是我对你 用菩提心来对待你 小偷来你家 你先生破坏你 乃至你朋友伤害你 你依然要对他发菩提心 来为他守菩萨戒 来爱护他 所以那这样来守菩萨戒 才是菩萨的八观哉戒 然后才有更多的功德 不是贪功德 更多的功德 供养给众生 更多的功德 让你早一点成佛 因为你成佛了 你将来可以帮助众生 赶快成佛 各位最好把这条给断了 断了 虽然我是出家人 当然要老实 各位是在家人 但是你也要把他断了 断了不是 当然那怎么办 离婚了 不是那个意思 菩萨就是 没有心形淫欲 却用淫欲度你老公 这样了解吗 却用淫欲度你太太 那可以 但是你没有欲望 那今天呢 是故意断 那平常呢 没有欲望 他讲 你煮一碗好喝的汤 给你老公 给你太太喝 那就对了 你要让他快乐 但是你没有欲望 你要开始学这个 你不能觉得很痛苦啊 很排斥啊 各位你不要千万说 我学佛了都不化妆 有一个老公说 叔叔你不要跟我没讲一下 在家里不要化妆 他说没关系 又穿欧的 他今天我们家不是活死啊 他在抱怨 叔叔你敢的吗 我说我没敢 我跟你说 所以各位你在家里 你先生要你怎么样 你就穿着装装一点 好看一点 要今天礼拜六 穿个运动鞋 陪他去跑步 No 我要念阿弥陀佛 拜八观哉戒 你要陪他去跑步 不然他你老公 变孤独的老人 在海边跑步 你好残忍啊 你要随顺众生 可以度众生 因为你这么修行 不是想要回向你老公健康吗 不然我跟你讲 他马上给你中风 你就发疯 你就不用八观哉戒了 所以在这一点 菩萨戒 圆法界 就是圆众生 圆所有人 圆先生 圆太太 圆爸爸 圆公司 圆国家 你都要对他们 爱护他们 令他们离苦得乐 虔诚秉授 各位 你将来决定要做法师 先去卖膏药再来 你才会讲话 哎呀讲不停 哎呀讲又会讲 这就是训练 我真的被训练出来了 我师父以前叫我 在这边念 然后他在后面听 天哪 我做维挪没有麦克风了 不像他们现在还有麦克风 没有麦克风的 我这边 唱到最后都听得到 我在唱 忏悔记 可惜你们以前不认识我 我唱得真好听 因为被训练出来了 现在没法度了 现在会断气 所以我以前 我师父都 因为军人嘛 军人叫训练 所以我跟我师父说 师父你是佛 他说为什么 不然怎么训练我成佛 然后他说 对啊 你施工也是佛 我说对啊 你们都好严 你没有佛 怎么训练佛 我就继续马 所以要这样训练 你要自己愿意接受训练 没有理由的 不能说 没有借口的 师父说一就一 说二就二 这样 因为师父为你好 那要训练你做佛 这个是菩萨戒 发现是敬畏来计 敬畏来计 好好的持戒 不失不堕落三恶道 好好的修至他交换 把所有快乐给别人 把别人所有痛苦你来接受 而且是有一个目的 适度众生成佛 用尽各种善巧方便 引导众生成佛 念佛生净土 等等 大家一起跟着发愿 发愿的时候 你要观想 十方法界众生 诸佛欢喜 九法界众生 发愿一起成佛 你要观想 你发愿的声音 融入 各位要练习 像我已经习惯 我在这边讲话 我所有的声音 是佛的 进入最深的法界 无间地狱 最高的天 所有的净土 都听到这个声音 你要这样练习 就像我们点个灯 上至诸天 下至所有地狱 都有这个灯 这个灯代表净土 所有净土 从这个灯看见了 然后开始修这个法界心 跟着这样发愿 所有众生都成佛 成佛最好的方法 方便 就是往生净土 最好的因 那就是发菩提心 所以那菩提心 就包括忍辱啊 慈悲啊 思维空性啊 等等 为什么要回向 慈悲 这个钱本来是你的 佛陀说 给人家吧 这个功德本来是你的 你现在修到的叫福德了 但是不失给众生 叫功德了 所以我们所有努力的 都供养众生 愿众生都离苦得乐 都成佛 那叫回向 因为八万灾界功德 太大了 后面形容了大 你不是贪 这个大 是让你觉得 我好慈悲哦 这么大的功德 就像你今天拼了二十年 终于把你公司 从亏损的状态 变成上市的公司 银行还有一百亿 然后呢 你就供养给国家 供养给弱势团体 这边 我这个人开了三个孤儿宴 哎呦 没钱 我上市公司 供养你 这个叫回向 那回向会让你 很快速的 安住空性 累积成佛的质量 叫菠罗蜜 也唯有这样子的 无我 然后呢 加上完全的供养 跟奉献 而且希望对方都得到 所以各位 你为了要让对方得到 像下面前面的花一样 好认真的擦 擦得好美好美 妈妈早上四点就来炒菜 等到我们十一点 要回来吃午餐呢 妈妈最大的快乐干嘛 就看到我们 在吃它 早上就起来 准备的午餐 要让它吃下 你们吃下去 所以我学佛 以后就变了 我还没有学佛 以前吃去 回去吃饭啊 然后呢 吃完就 现在不一样了 跑到厨房 我哪里煮得要乎吃 然后陪他洗碗 陪他洗碗 帮他擦 我要赞叹他 因为我在想 我替我爸爸讲好话 我爸爸从不讲好话 只会骂他 因为我儿子来赞叹他 所以我妈妈每次 直到知道我在台北 她就会看电视 她就赶快准备好 然后 我不见得回去 但是他都准备好了 但是我实在有时候没时间 但是我心里就会挂着 我妈一定帮我准备好了 但是我今天没办法回去了 这样 但是我就会打电话说 妈妈 我给你饱了 人家要请我吃 那个一顿两千块的 那我妈从不抱怨 她不会说 我给你煮好了 你不回来 我妈不会这样讲 她从不给我们压力 她煮好了 但是她都不讲 她说好好 这样就好了 一个不抱怨的 但是我知道她都准备好了 所以各位我想 我们要做众生的妈妈 就是这样 要让我们为众生 都准备最好的 最好吃的 最好听的话 最漂亮的 最高贵的 然后要去供养她 她不认识你 但是你供养她 这叫回向 那既然你要供养 你要把修戒 戒律要修得最圆满 菩提心要发得最圆满 你可以把最美的供养给对方 最圆满的 各位记住这句话 每一件事情都是最好的 每一句话 每一个事情 写个字也要写得最美的 美美的 我每次看人家写归一证给我 我这个字 以后规定 字比我丑了不能写 字比我漂亮了 才可以写归一证 人家一辈子才得一张 那个写的怪怪的 然后我字又 我又字又好看 我也是苦练出来的字 我师父说 做个出家人 字不漂亮 你修行吗 天哪 这样 出家人是什么都是最庄严的 你写字给对方 都要最庄严 你讲话给对方 要庄严 你穿衣服给对方看 这样庄不庄严 要庄严 你要时时刻刻很庄严 因为你要给众生 所以各位这个 既然要回向 各位把什么事情都最到最圆满 以最圆满的功德来回向 你看他们 人不切可惜 庄不庄严啊 不断的在发菩提心啊 你四个 不断的在帮我们消灾啊 福报大不大 但是不是我们得到 结合三方面的功德 我刚刚在地下室 来 供万灯供万水 下午大放生 所有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好不好 供养 就像女 女为月己者荣啊 一个女孩子很爱这个男生 哦 她化妆三天三夜 就给她约会半个钟头 她准备了这样子 这么有情调的一个餐 她要给对方吃 对吧 那各位这就是佛法 但是你接受者要很快乐啊 所以各位你今天晚上 你明天吃饭 你老婆煮好了 你在那边合掌 然后看你老婆说 哇我吃到甘露了 哇太好吃了 老婆我吃到甘露了 我要升天了 我今天去一定赚大钱 我赚了钱通通给你买衣服 你要这样讲 你要有这个心态 因为你在修行 知道吧 修行不要酷酷的 冷冷的 冰冰的 那这样以后 你不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像开飞机 每个人都让他坐头等舱 你睡觉吧 时间到了 我叫你起床 吃饭 然后你再睡觉 然后要这样子的想要去服务对方 好不好 各位义工 我们现在明年开始 所有做义工的资格 是什么 念一下 微笑的脸 柔软的语言 你才有资格做义工 不然都去做相机菩萨 去煮饭 你不笑煮出来的饭 也一定很难吃 既然你要做义工 那叫实践佛法 叫微笑 要这样了解了 修行要断除了 这是三样 恶业 贪嗔吃烦恼 种种的爱发脾气 太急 太酷的习气 那这个消灭了 你才可以把正面的展现出来 去做正面的 所以你只要好好的发心持戒 持戒可以成佛 包安摘戒可以成佛 我今天顺便跟各位说 就像我这样在讲话 我故意讲得很圆满 声音要调到最好 各位这个是供养 我想一个唱歌的人 他就是希望把最好的音响 音乐 歌词 内容 去感动对方 去让对方去享受这么好听的声音 那这个你要学 你千万不要说 反正我喜欢这样讲 我喜欢那样讲 因为你要想着对方 喜不喜欢听 适不适合 恰不恰当 你要随时调整 所以一个大秤的心态 是他心是贴着众生的心 他需要什么 我显现什么 所以配合对方 不要有个性习气 我不喜欢笑 我眼睛都是像什么 像客药一样 呆滞呆滞的 不能这样 你要随时 随时展现 因为你要配合对方 然后去引发对方的 修行 快乐 精进 等等 那各位要开始学这个 随时因为大秤的教育 所以八观灾界 不见得说 有法会在来 只要是灾日 然后各位去老人院啊 但是你从家里要做起 今天早上起来 你太太问你 你为什么今天在笑 你为什么早上 主动帮我去买豆浆 回来给我喝 你这么爱我 因为八观灾界 所以八观灾界 是我要去服务众生啊 老婆 东午带你去吃 一顿两千块的 素食 所以 所以下午带你去佛光山 拜佛 因为什么 八观灾界 所以你要了解 大秤的 他目的 都是在让对方 发起充满快乐 请各位抓住这个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互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四 能令亲去恶为善 奉持无界 持三自归 招奉而目中者 恩重于亲 如鼓之阳 无量之慧 若不能以三专之志 化其亲者 虽为效养 犹为不孝 在家及出家者 皆以孝行 而为其先 从地积珍宝 上至二十八天 息以息人 不如供养父母 护身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利诸众生 恕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何萨 摩何般若波罗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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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